今天和各位一起查考的上帝话语的题目是 客旅和流浪者 人们常说我们的人生就像客旅 那么成为客旅就意味着有故乡等既定的归宿不是吗 但在这世上不仅有过客旅生活的人 也有很多过流浪生活的人 他们没有即将来临的天国应许 也不知道自己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结果无数人在虚度光阴 不知道人生的真正意义 我们的人生实在是转瞬即逝 一眨眼十年二十年就这样匆匆过去了 一切都像闪电一样转瞬即逝 各位不是吗 关于这一点 西伯来书十一章中记录说 我们信心的祖先们承认自己在这世上过的是 客旅和寄居的即世上的旅客生活 因为他们心中始终想着天国 所以他们说自己是客旅 有信心的人会说这种话 但也有没有目标而生活的人 他们不思念天国 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 对天国也没有探望 按照圣经的教导 这样的人很难说 他们在这世上过着客旅的生活 那么我们要将他们的生活比做什么呢 可以说这些人是没有目的地 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流浪的人 他们只是漫无目的地随波逐流 唤醒这些流浪的人们 引导他们走正确的道路 一起回到灵的故乡天国 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因为这些原因 我们首先被召唤进入了真理 不是吗 上次访问美国时 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不仅是南美 欧洲 就连美国的城市里 也有很多目的 这在韩国是非常罕见的 看到市中心有这么多目的 我感到很惊讶 看到像公园一样的地方 有许多墓碑 我就问陪同我的堂会长说 这里是什么地方 他回答说 这些都是坟墓 确实 坟墓就在市中心 看到这些时 我就在想 人类最终都会结束在坟墓里面 即便有再大的权势 再大的威望 再富有的人 最终也会成为一颇黄土 将坟墓建在市中心 是为了实施提醒人们 人生的本质 不是吗 虽然没有查考其初中 但我的脑海中 却闪过了这样的想法 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想到 耶稣通过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 所赐予的教导 在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中 财主在这世上 过着尽情挥霍和享受的人生 他在享乐的过程中 逐渐变老 最终走向死亡 拉撒路是个乞丐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也逐渐衰老 最后死去 但他们却去了不同的地方 这时他们才发现 所谓的死亡 并不是一切的结束 而是新篇章的起点 拉撒路进入了被称为天国的新世界 财主进入了被称为地狱的新世界 当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结束时 接下来的世界就是永远的世界 等待他们的有两种生活 一种是永远快乐的世界 另一种是永远受刑罚痛苦的世界 拉撒路在这世上 虽然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 但他最终还是去了天国 通过此内容 我们可以了解到 在他的一生中 他始终将盼望寄托在天国里 因为他对天国的盼望 比对这世上的盼望更大 所以他过着刻旅的生活 他在这世上生活时始终坚信 当他回到自己的故乡时 会在更美好的世界里 过更美好的生活 但财主却没有过这样的生活 他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目的地 他只是享受每天的生活 挥霍金钱 对别人滥用权利 因为他只享受了这种生活 后来老了 生病了 最终在这世上面临了死亡 于是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 原本以为死亡就是一切的终结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永恒的世界 如果有一个美好的世界 在等待着他 该有多好呢 但等待他的却是悲惨的世界 请在指尖沾一滴水 让我的舌头发凉 他身处如此恳切地哀求上帝的 极度痛苦的世界里 他不得不在那 无法逃避刑罚 苦难和疼痛的世界里生活 今天我们在仔细查看此问题时 一定要记住 希伯来书十一章中 小于我们的 我们是这世上的客旅的话语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世上有无数的流浪者 我们要告诉那些流浪的人 我们不是为了流浪 才来到这世上的 我们是这世上的客旅 不久之后 就会回到永远的天国故乡 如此 我们要让他们认清 自己的真实身份才行 有没有生在这世上 以要去地狱为目标 而生活的人呢 没有 因为有许多灵魂 在漫无目的的流浪 所以我们要努力地 向他们传讲天国的知识才行 我们要向他们传达 这种充满希望的信息才行 为了让他们回到 永远的故乡天国 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时 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 我们通过约翰福音十四章 来查看一下上帝的话语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中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上帝 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 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耶稣说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而且 这些房间 都是在荣耀的世界里 那个世界 是全人类都向往和梦想的乐园 不是吗 上帝为了打开荣耀世界的大门 小于儿女们去往那个世界的道路 来到了这地上 上帝在回天国之前 立定了所有的真理 确立了所有的教导 我们要能够进入这个世界才行 所以我们要铭记 我们现在 过着这世上客旅的生活 我们不能把这地球视为 永远的故乡 永远的世界而生活 客旅是什么意思呢 客旅有什么特点呢 他们是过了一夜就要离开的人 不是吗 即便今晚住的房间里的床单不舒服 壁纸不喜欢 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 他们不会为此争论 这就是客旅的心态 我们要怀着这种慷慨的心态 在这世上生活才行 即便冒着失去天国的危险 为了这地上的事拼命挣扎 这绝对不是送我们到灵的逃城的 上帝真正的旨意 我们要学习天上父亲 和天上母亲神圣的旨意 拥有绝对的顺从 拥有坚定的信心 与弟兄姐妹 形成美好的联合 不仅如此 我们也要改变错误的性格 成为效仿上帝一样的人 我们要学习并实践 在地球村过这样的生活 然后回到永远的天国故乡 不是吗 愿意按照上帝神圣的旨意 过这种生活的人 可以称自己为客旅 然而没有过这种生活的人 不能说是客旅 只能说是流浪的人 令人惊讶的是 马太福音七章中说 与过客旅生活的人相比 过这种流浪生活的人 要多得多 一起翻开马太福音七章 看一下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会怎样呢 进去的人也多 不幸的是 越来越多的人 走向灭亡的道路上 看一下十四节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怎么样呢 找着的人也少 当我们查看全球八十亿人口时 我们就会发现 与世界人口相比 我们真理中的人数 实在是太少了 各位 如果我们现在所走的路 是客旅的路 那么就要唤醒那些流浪的人才行 我们要唤醒那些 迷失方向 随波逐流的人 引导他们走向天国故乡 从而一同归回天国才行 这就是我们要传道的理由 不是吗 他们不知道 我们却知道 我们既然知道 就要引导 教导那些不知道的人 这是上帝的旨意 不是吗 人的一生 实在是转瞬即逝 因此 人们常常将它描述为 树叶上的一滴露珠 一起翻开 彼得前书一章 我们绝对不能以为 这地球是我们的故乡 或想永远留在这里 看一下彼得前书 一章二十二节话语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 竭尽了自己的心 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就当从心里 彼此切实相爱 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 因为凡有血气的 劲都如草 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就是这道 圣经对所有人 是怎么描述的呢 所有人都必如草一样枯干 圣经将他们的荣耀 比喻为什么呢 他们的荣耀 都像草上的花 花开一会儿就必凋谢 这些能长久吗 不能 这是在比喻说 他们不能永远存在 不是吗 我们不能向往转瞬即逝的生活 而要追求永恒的世界 拉撒路在这世上 虽然过着艰难的生活 但从进入永恒世界的那一刻起 就开启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在上帝为他预备的荣耀 灿烂的天国里 他被拥入上帝的怀里 得到永远的安慰 当这世上的人生结束时 那些在旅途中 过恩典生活的人 会得到永远的幸福 而那些没有过这种生活的人 将面临不幸的时间 从那时起 永恒的时间开始了 我们会得到怎样的生活 是永远的痛苦 还是永远的幸福呢 这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决定的 因此上帝通过圣经 不断地督促我们 在这世上生活时 要仔细查看上帝的话语 按照上帝的教导生活 不是吗 我们之所以要按照上帝的话语生活 是因为未来不是转瞬即逝的时间 而是永恒的时间 初代教会的圣徒们 对此深信不疑 所以他们在所有的逼迫 艰难和患难中 都能拥有战胜困难和障碍的信心 始终盼望着永恒的到来 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四章话语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中记录说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 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 即盼望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虽然肉眼看不到天国 但天国确实存在 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 应该是进入永恒的天国才行 我们不能贪图现今这世上 短暂的安逸和快乐 使徒保罗通过哥林多后书 强烈地提醒了我们这一点 看一下罗马书八章 看一下罗马书八章十八节 我想现在的苦楚怎样呢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建议了 换句话说 无论拿什么来比较 它都是无与伦比的 各位 我们之所以相信上帝 是因为上帝将这无与伦比的世界赐给了我们 我们领受了将这荣耀的世界赐给我们 为产业的上帝的应许和约言 所以我们才拥有了对上帝的信心 不是吗 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 我今天过的是什么生活呢 我人生的每时每刻 都在为上帝带来荣耀和喜乐吗 我们要在这世上过客旅的生活 而不是流浪的生活 客旅有一个预定的返回目的地 他们下定决心要走向目的地 他们有去那个地方的目标 他们想 过了这一夜 我很快就会回到故乡 因此 即使房间里的寝居不舒服 壁纸也很破旧 不是我喜欢的样子 我一点也不介意 旅行时会在宾馆或旅店住几天 各位 如果旅店里有自己不喜欢的壁纸 会感到不高兴吗 因为再过两三天就要回家 所以根本不会在意这些 今天我们要以这种视角和态度 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的人生才行 因此 正如罗马书八章小于我们的那样 我们要将盼望寄托在哪里呢 我想 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 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上帝早已将我们指定为后四 并吩咐说 现在你们只需要回去就可以了 我们要走向上帝应许的世界 我会慷慨地赐予你们一切 看一下十六节 罗马书八章十六节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既是儿女 便是后四 就是上帝的后四 和基督同作后四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想 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我们要坚定地想 眼前的苦难 绝对无法阻止我们前进 我们绝不会 因现今的苦难 而灰心丧气 若与将来 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 我们现在的痛苦 困苦 问题和障碍 就算不得什么了 这些都不能阻挡我们的脚步 各位 客旅的生活和流浪的生活 是有区别的 流浪的人 没有既定的归宿和故乡 因为没有家 没有故乡 所以他们不知道 每天会在哪里 怎样度过 只关注眼前的生活 但客旅的生活 却不是这样 即便今天的现实状况 有些令人沮丧和不如意 但他们并没有感到有任何负担 因为他们怀有 只要回到家乡 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巨大希望 所以他们不留恋现金 各位 我们要努力通过圣经 寻找信上帝的理由 不是吗 看一下西伯来书十一章 西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照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他们是如何描述自己 在这世上的状况的呢 又承认自己 在世上是客驴 是寄居的 这里的这些人 指的是谁呢 若看前文 十一节是撒拉 八节是亚伯拉罕 七节是挪亚 四节是亚伯 许多信心的先祖们 都经历过这样的生活 这些信上帝的人都承认说 我们在这世上是客驴 是寄居的 总有一天 我们会回到故乡 各位 他们因此 将希望寄托在哪里呢 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永恒的国度上 他们不留恋现金 我们要照帖撒罗尼加前书 五章中的话语 常常喜乐 不住地祈祷 无论在任何状况中 都谢恩 我们要怀着 常在上帝里面的自豪感 和得救的信心才行 我们要向全世界所有人夸耀 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要过这样的信仰生活才行 不是吗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亚历山大大帝 在33岁去世时 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作为征服亚洲 非洲 欧洲三大洲的卓越的征服者 许多人对他的遗言 抱有很高的期望 人们都以为 他是一位伟大的皇帝 会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遗言 但他却留下了 令人惊讶的简单内容 当我死的时候 请让我的一只手伸出棺材 这是他最后的遗言 听到他遗言的人 都感到非常困惑 他不仅没有谈论国家的未来 也没有谈论继任者 反而提出了这种奇怪的要求 当人们问他时 他说 他是为了让人们知道 像他这样 统治世界的英雄般的征服者 也不可避免地会空手而归 各位 这就是世上的生活 但仍有许多人 被幻象所迷惑 无视永远的天国故乡 坐着去地狱的事 犯这种愚昧的错误 但上帝却怜悯这些人 上帝 小遇了我们去天国的道路 并吩咐我们 要向那些 不知道去天国之路的人 传讲此消息 上帝的旨意 是让我们教导他们 上帝的话语 不是吗 再查看一下 启示录22章的话语 启示录22章17节 圣灵和心腹都说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 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 预言的作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上帝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生命术和圣诚 删去他的份 当我们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坐时 就一定能回到失去的故乡 永远的天国 不是吗 我们将恢复天国 通过赦罪的恩典得救 我们要成为天上有君尊的祭祀 那里不再有死亡 悲哀 哭嚎 疼痛 那里只有永恒的幸福 上帝应许说 要将这样的世界 作为产业赐给我们 为了进入那个世界 我们现在正在遵守 并跟随基督的教导 不是吗 现在我们要拯救 无数不知道如此世界的存在 反而在这地上 毫无目的生活的人们才行 所以 今年我们要努力完成 向全世界传道的目标 我们要向全人类传好消息 让他们也知道 我有一个地方要去才行 天国是我的家 我的父亲是安上红上帝 我的母亲是新耶路撒冷天上母亲 我真正的家人在西安 他们都聚集到这里 我们要热心传道 让人们都领悟这一点才行 要告诉他们 我们的人生不是七十或八十年就结束 上帝为了将我们引向永生的世界 教导了逾越节 新约和三次七个节期 他现今在西安等候我们 我们都要努力成为 能引导别人的人 不是吗 我们不是流浪的人 我们知道要去哪里 我们是在这世上短暂停留的客旅 这是生活在这世上的 拥有信心的人说的话 没有一个信心的先祖说过 这地是我永远的居所 我要永远住在这里 这意味着所有人类 都不能永远停留在这地上 不是吗 每个人最终都会离开这地球 不是吗 著名的总统 著名的商人 受人尊敬的学者 都离开了这个世界 不久之后 我们就会在天上父亲 和天上母亲恩典的荣耀中 瞬间得到变化 回到永远的天国故乡 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因为天国近了 所以我们要重新省察自己的信心之有 并以天上子女的身份 度过最后的人生 从天上父亲和天上母亲那里 得到赞美和荣耀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做得非常好 希望各位都能成为 引导所有灵魂悔改 一同进入天国的天上子女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美和荣耀 谢谢 感谢观看